大家好,这一视频我们来看一下1092号EA的一个石盘交易记录 那这款EA就是之前我们讲的AI写的一个EA的策略 那这款EA官方更新之后呢 是有添加了另外两个货币队的品种 但是那两个品种在回测的时候 经常就会出现一些坑坑洼洼的情况 所以我们挂石盘测试的话 就只挂黄金的五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一款EA不是说它可以做多少个货币队 你就要去挂多少个货币队 比如它的回测不是很顺利的一些货币队 你就不要去挂 因为你回测的时候是半个小时看完了10年的一个表现 你觉得长期表现还可以 但是你挂上EA做石盘的时候 你是一天一天的在等 一天一天的在看交易结果 那如果它连续回测个两三个月的话 基本上90%以上的人肯定都是受不了的 所以说一款EA的话 它最适应哪一个货币队 我们就只挂那一个货币队就可以了 不用去把它所有的货币队都挂上 因为官方现在已经把它的石盘信号给撤销掉了 可能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有两单稍微大一点的止损 然后导致它的石盘信号不是很好看 所以它就撤销掉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 那之前这款EA我有出过两期的视频 那其实在这两期视频里面我都有加了一句话 那就是这款EA很有可能是数据过度拟合造假的一个情况 另外它的石盘记录也没有超过一年 所以这种EA的话我们拿到手就是轻仓的玩一下是可以的 像挂个0.01手啊 它本身是有止损的 再怎么亏也亏不到哪里去对吧 那我这边的石盘还是挂着的 我们来看一下近期的一个表现 因为这款EA刚出来不久啊 我这边是从2023年2月7号开始挂的 那第一单是空单是止盈的 我们再往后面看一下 它这个止盈黄金上面大概就是四五美金的一个利润 它就会止盈 然后第二单空单是止盈的 然后第三单多单是止损的 然后它这个止损比止盈都是要大的 然后第四单多单在这里是止盈的 然后第五单是个多单稍微有一点止损 止损了大概两三美金 然后后面这里空单止盈的 然后这个位置有个多单止盈的 然后这里有个空单止盈的 然后这个多单也是止盈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空单又是止损的 然后就是这两单空单止损之后呢 那官方就已经撤销掉了它的一个止盘信号 然后后面的就是我们仍然挂着的开单的一个记录 那这里之后做了一个空单下来 也是止盈的 那后面这里有个多单止盈的 这里有个空单止盈的 那最新的这里就是开了一个多单 现在还没有知道是止盈和止损 那上面这些就是这款EA的一个失盘的交易记录 那近期的表现不是特别的顺利 但是仍然在可控的一个范围之内 因为挂EA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它不是说你一个月的交易结果 或者是三个月的交易结果 就可以确定它或者怎么样 如果你想排除类似的可能有造假嫌疑的EA的话 唯一的方法就是看它有没有一年以上的一个失盘记录 然后去核对它最新的失盘记录 和最新的回撤结果是否是一致的 如果是满足这两点的话 那EA的可靠性就会非常的强 但你想长圈一些新出来的EA随便玩一下的话 那你轻仓的去玩一下 这个是无所谓的 那这些视频就讲到这里